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的頻道,我是RChris 今天這段影片我就想分享一下關於上車的技巧 一些心得 最主要都是想給一些新手去了解一下 上車的時候怎樣才可以輕鬆些 怎樣才可以踩得快些 說不定新手都有一個困擾 就是平時上車很辛苦 踩得很辛苦 為什麼看到有一些人踩幽景可以連續踩十幾二十轉 但是我自己踩兩三轉已經是頂不順呢 那立刻開始了,都不說那麼多廢話了 首先我會看的就是看車那裡 車那裡,車重量越輕,踩上車就會越輕鬆越快 例如說一部車7kg和8kg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影響 對,越輕就可以踩上車越輕鬆 第一樣東西是重量 第二樣東西在車那裡就是順暢的程度 好,車越順,踩上車就會覺得很好去 我的阻力就比較低 不會有一些多餘的阻力 現在都有很多不同的Bearling 一些軸的位置 都是主推陶瓷的Bearling 內容度好,又夠暢順 尤其是在不停持續的上車 因為車越順,影響就會越明顯 大家如果不換零件的話 其實有一件事都可以令到車順一點 就是定期洗車 是真的有一個分別的 當你髒到某一個地步 然後再洗車,洗到真的很乾淨 其實都幾明顯的那個分別 對,接下來就直接進入實戰篇 和大家一邊,踩彈車一邊去講一下 那我分享的這些技巧 都是比較容易去理解 都不是太過複雜的技巧 教的都是一些 主要是給新手聽的一些技巧 一開始 上車之前 就可以轉定那個波 看看會不會太過重腳 例如現在微微上車 我就開始可以轉波 想輕一點 可以因應那個波度而去轉波 又或者你真的覺得自己的腳力很不夠的話 就直接去到最大那塊的飛輪 後面那一處 飛輪越大,踩下去就會越輕腳 越輕腳,你踩上斜的時候就會越輕鬆 如果你本身腳力不夠的話 就不用想太多了 直接去到最大那塊的飛輪 直接去 例如我現在最大那塊的飛輪 就可以慢慢踩上去 因為如果你本身腳力不夠的話 其實選擇上就不是說很多 除非你踩單車已經踩了一段時間 而腳力又不錯 你會有選擇 那你的選擇就是雷華 我雖然在上斜 但是它未至於斜到 我要用最輕的那塊的飛輪上去的話 其實我可以調重一點 雷華我現在重一點 其實這樣上都OK的 在上斜的時候 在變速那一處 就不一定說 用死一塊的飛輪 不過這一個就要看 不同的車手它的能力 去到哪一處 上車的時候記得 卡回左邊 因為後面有車來的 對了 那優景這一段 就前期有少少少上車 到中間這個位 突然就變成很平坦 就會輕鬆很多 對 硬踩的時候 可以看遠一點 早一點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去預備做些什麼 要不要變速啊 又或者是 對了 有些什麼要做 這樣 例如說來到這裡 突然很斜 很突然 那就 上回大一點點的飛輪 又輕腳一點點上斜 其實上到來頂的一下呢 有一些人 一上到來頂 就立刻 在旁邊那裡停下 扯了蝦 這樣吧 其實盡可能 如果可以的話做到 上到來 都依然可以 繼續繼續踩下去 那 不要扯了蝦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你扯了蝦 就證明你第一個圈 踩到是 有點太扯了 上到去頂 那你才會扯了蝦 如果想是一種 持續性這樣 踩下去呢 應該做好一個 好的配速 然後當你上到頂的時候 都依然是 可以繼續踩下去 除非你說 你是在練 其他某一類的東西 你在練 上斜的 衝刺 盡可能是 練到整個的過程 都是舒服 輕鬆 踩到上去頂 而上去頂 都可以繼續 例如我現在這樣 繼續說話 然後又下來 那現在我就在踩第二轉 第二轉 我想分享的就是 回轉速 在上斜的時候 回轉速 盡可能 不要太低 除非 都是腳力不夠的 沒得選擇 那就真的下下這樣 踩下去 但本身 就可以做到一個 高一點的回轉速的話 盡可能 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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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高多少呢 是不是要上去 100 我覺得可以保持 在70 至90 最好 除非那段路 真的好斜 斜到 只可以維持到 60多 那些就另計了 80 90 對於某些車手來說 反正已經叫做偏高 因為每個車手的習慣 是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自然的踩法 如果說那段路不是很斜的話 就盡可能保持一個高一點的轉速 而轉速和變速器 在你的變速使用哪一塊的飛輪 又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你重一點的回轉80 和輕腳一點 你選擇大一點的飛輪 在80的轉速是不一樣的 我感覺 所以這個 又是要看別人的選擇 要自己試一下 不過都是那一句 因為我站在新手的角度去看 如果你是新手的 有機會我剛剛說的那些 都可能是做不到的 例如說 轉速要 72上 72上很辛苦 平時只有60多 說不定會 是這樣也不定 回轉速高一點 都可以避免膝頭哥 那麼大壓力 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好了 現在就第三個圈 準備上斜了 第三個圈我想分享的 就是抽斜了 其實也看到不少的新手 一開始上斜的時候 會選擇抽車 這樣一下子抽上去 但是我覺得 對於新手來說 說不定 坐在那裡全程踩 是會好過抽車的 因為抽車 抽得不好 反而會令到自己 在踩上斜的時候 會變得更加沒有效率 有些新手看見 上斜了 然後差不多差不多 去到那一段上斜的位置 就開始是 抽車抽上去 但是抽到差不多 就會坐下 然後坐下之後 就會很累 踩得很慢 就一下一下 踩下去 所以其實可以考慮 一開始就坐在那裡踩 以一個均速這樣上斜 差不多全程都可以保持 大概同樣的速度 除非斜度是變斜了 當然就要降到慢一點 但是就不會分別大到 一開始二十幾三十幾這樣上斜 去到中間就變得過位數字 不過抽車呢 也都好看個人的習慣 反正有一些新手 他天生 真的比較適合抽車的話 反正抽車 對於他來說 就會更加輕鬆 更加有效率 還有對於新手來說 抽車 比起是一個進攻型的抽車 可以是回氣型的抽車多些 令自己一個姿勢有變化 一個轉換 而去利用這個轉換 令到自己的肌肉可以放鬆一點點 好了 踩到第四轉 想分享的就是姿勢方面 剛剛不是說抽車最好 就是採用一個轉換的姿勢 抽車的時候令到肌肉 某一部分可以放鬆一下 接下來所提及的轉換姿勢 都是一樣 我們踩單車的時候 例如公路車 就不一定是 只是捉住一個殺變把 可以捉住一個上把 就例如這個位置 捉住這個位置 就比較少 多數是這個位置 又或者這個位置 其實這樣轉換一下 也可以令到自己個人 不會不停上車的時候 都保持同一個姿勢 會不會有點累 可以轉一下手 不過這隻手在什麼時候 放在什麼位置 就看個人習慣 就不一定的 不過有些人 是長期都捉住這個位置 有些人 就長期都捉住這個位置 捉住不同的位置 雙腳 給的力 都有機會有些少少不同 還有可以坐前一點 又或者坐後一點 做一個調整 踩不同的斜度 有些位置可以去坐前一點 例如現在 我想坐前一點 又或者坐後一點 可以去感受一下 什麼姿勢 對於自己來說是最好的 不一定說要坐死 整整整 踩十轉 十轉 同一個姿勢 完全不變的 這樣就比較辛苦了 接下來第五轉 就打算分享一些 可能會對新手來說 複雜一點的東西 就是那個齒比 齒比就是 你前面的大餅 和後面的飛輪 在齒比那裡 其實也可以令到你 上車的時候 輕鬆一點 又或者快一點 以前是十一二十八的飛輪 這樣上車 但是來到現在 出的飛輪 越來越大塊 例如說 有十一三十二 十一三十四 那什麼十一三十二 十一三十四 十一三十二 就是最大的飛輪 有三十二次 三十四的話 就有三十四次 如此類推 此數越大 踩上車就會越輕鬆 會覺得越輕力 所以真的不夠力 想 真的輕鬆一點 也都可以想想 要不要換個齒比 那換就需要去洗肺 還有換了個大飛輪 也都可能要換個後面速器 因為後面速器是有分長腿和短腿 然後鏈也都可能要換 所以為什麼 我說複雜一點 就是這樣解 還有我想 每一個新手都知道自己 要用什麼的齒比 才是最適合自己 因為剛剛玩單車 沒多久 絕對輕的話 就後面 十一三十四 就沒死了 好了 來到第六轉 我就想分享 最後要分享的訓練 究竟要怎樣訓練 才可以令自己 踩上車的時候 越來越輕鬆 越來越快 我覺得訓練 這件事很因人而異 因為每一個人的能力 是不同 每一個人的進度 都有點不同 訓練方式可以不一樣 但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就是踩得越多 踩上車 踩得越多 就越好 總之就是踩得越多 就越好 尤其是新手來說 基本上新手 因為一開始是八指一張 很容易就會有進步 踩得越多 理應就會踩得越快 而且越輕鬆 是真的水平去到一定的程度 就真的需要不可以斜踩 要有一個規律性去訓練 有一個餐單 讓自己照著做 踩上車 其實還有一些技巧 有某些方法 可以令到自己踩得輕鬆一點 例如說我現在踩上去 踩著的那條線 在入面和外面 是有一個分別 不過今天這條片 就先說到這裡 看看下一次有什麼時候 跟大家再分享 今天這段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那